我可以吃我的牛肉麵嗎? 妳的牛肉麵 我不想吃麵跟湯 我吃肉 兩口 兩塊 兩塊 不然吃粥 吃麵 兩塊肉 我幫他煮麵 歡迎大家來到腿腦的頻道 我是狼 今天只有我 是我們家孕婦 確診 所以我想說就是 來記錄一下狀況 那大家知道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確診過 包含我們去美國做人工生殖的時候 那回台灣經歷了農曆新年也都沒有確診 因為我們真的很少出門 回想一下我們過去這一週的足跡 我們前面幾天幾乎都待在家裡 吐吐他懷孕 接近12週還是有一些 孕吐等等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比較長時間是在家裡休息 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有去公司拍了一支影片 然後在隔天有去淡水吃飯 回家之後他就不舒服了 快篩就發現是陰性 OK那就是休息一下 沒有好早我們就去看醫生 然後後來真的也沒有好早我們就去看醫生 那去看醫生的時候呢 也跟醫生說了 快篩是陰性 然後有什麼樣的症狀 醫生是認為是肢氣管發炎 然後也有叮嚀說 接下來的兩天還是要繼續快篩 如果有確診的話要再跟他們說 所以他是在症狀出現的第二天 兩條線了 所以我也跟著測試 還好我現在還是一條線 等一下的話就是要和醫院那邊約 線上看診 之前帶兔兔去看的那一間醫院就有線上看診 包含他的那個 孕婦可以吃的 支氣管相關的藥物也都還有剩 這樣的話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就是昨天驗到確診 但是他真的很不舒服 不舒服到他幾乎沒有辦法講話 一講話就是瘋狂咳嗽 然後哭 整個晚上他幾乎都沒有睡 所以我也跟著沒有睡 因為他咳得非常的嚴重 我要一直去幫他倒水 時間到了跟他說要吃他的藥物 第一次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有開普囊填給他吃 支氣管發炎如果引起發燒的話 他也可以吃普囊填會燒 然後他到目前為止確診之後的症狀 我覺得跟前幾天是很像的 只是在更嚴重 就是他會咳嗽 反覆的低溫發燒 他吃了普囊填會降溫 但是過了藥效期限 或是過幾個小時之後 他就是又會有燒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我能做的就是 他支氣管發炎為主咒 確診為主咒 繼續就是照顧這家裡的大家 他當然就是一臉很抱歉的跟我說 打字啊 不小心確診了 覺得很抱歉 造成我的負擔很可愛 然後我也不知道 到底該哭還該笑的一個狀態 今天的話我是覺得比較好轉 但是還是需要多休息 記錄一下我照顧孕婦 孕兔還沒有退 加上確診的一個紀錄 噴水怎麼辦啊 現在要來幫他約一個線上看診了 現在為午休時間 請下午三點後再來點謝謝 現在為午休時間 請下午三點後再來點謝謝 三點了 醫院跟我有時差 我這邊已經三點零一分了 他系統還沒三點 就在等三點零二分的時候再打一次 氣死了 好 三點零二喔 再打一次 現在為午休時間 請下午三點後再來點謝謝 那邊又去 喂又去 喂你好我想問一下 就是診所那邊電話打不通 可是因為我有家人確診他想要 線上看診 好那你可能要再等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只能在忙跟聯絡 OK好那我知道了 謝謝 好謝謝 拜拜 趁這個時間我先 再幫廚寶量吃體溫好了 請量體溫 直接差異一下 我剛剛有吃普拿藤了 你兩個小時吃 我覺得現在應該沒有 那個叫什麼 沒有發燒 欸你怎麼那麼瘦 靈魂好大喔 我整個人消瘦 拉一下寶貝 因為這根啦 幫我把它拉開 好好好 你有好一點嗎 有吃普拿藤我覺得比較好 我等一下先想辦法幫你約到醫生 你把小胖抓進來給我 不要 你現在支氣館也不知道是支氣館發營還是怎麼樣 還沒好嗎 好笑 就覺得很可愛喔 來給我 36.3 應該是OK的 你好 等所週一到週日 均有開展 對不起 分機盲線中 請稍後再播 對不起 分機盲線中 請稍後再播 對不起 分機盲線中 請稍後再播 你好 喂你好 我有家人確診了 可以約 線上看證嗎 可以 那就是明天約的名字 今天我們要幫他付一個通報的動作 然後通報手機號碼是 對 那麻煩把那個快賽卡 寫上今天的日期還有名字 旁邊請把健保卡合照一張 放傳到LINE上面去 LINE的部分有加入過了嗎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加入過耶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加入 但是我這邊幫你帳號 你到時候還請他在那個LINE的搜尋 ID上去搜尋 OK請說 快賽卡跟健保卡的合照之外 請再幫我發個訊息 15號 15號 然後現在要請他把上面的訊息 一定要先傳上去喔 那就可以了 OKOK 好謝謝 拜拜 我打了 22分鐘 你不想吃粥 不想 那你想要吃什麼 想不到 我要想一下 你要想一下 剛才這個也要吃湯麵 我看一下那個視訊記 好 好 然後幫我把快賽斯基跟健保卡 放在你的嘴巴旁邊 準備啊 不要動喔 拜託不要動 OK 然後再來幫我拿一支筆 快賽斯基上面兩條線的地方 幫我把它抹掉 做一個小混動 好 OK 你現在症狀沒有什麼 現在還是會一直發燒 今天最想清楚 腋下溫度37.1 那除了咳咳的發燒以外 還不免得症狀 咳嗽就要鼻水 所以咳嗽還會很厲害嗎 蠻厲害的 眼睛會很黃嗎 現在還好 透明的比較多 因為你懷孕啊 對很多藥都不能用 那我還是會幫你 背12個布拿粉 然後幫我處理重重症 所以如果越來越嚴重 卻有痛 卻有人或是會喘 就要考慮卻有精神症 那再來喔 因為你是一個懷孕的人啊 確實是不會使用那個 威瑞抗命毒藥物的刀劍 那我現在會仔細地跟你說明這個 那你要仔細聽 因為你一定要決定 自己要不要用這樣 這個藥物的好處 就是說它能夠佔孤單 就是60到70度 不增的機率喔 那它的壞處的話 就是它有一個不勝的機率 可能會造成一些 乾脹和生臟的困擔 所以如果在吃的過程 有一些黃蛋的年輕症 或者是有小便便 就要考慮去激症喔 再來的話就是說 懷孕理論上不可以用 只是說因為這種心藥 對於小朋友和孕婦這部分的基準 還不明確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樣子 OK 那你為什麼要使用這個 抗命毒藥物嗎 請問一下 那如果使用這個藥物 會比較快 抗復嗎 對症狀沒有差別 只是你反重重症這樣 喔 那我不要 OK 那我今天就稍微把你把藥物 稍微淘汰一下 好的好謝謝 辛苦了辛苦了 掰掰 掰掰 怎麼樣 我覺得 孕婦就是要靠自己耶 她說是 預防重症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好像 狀態沒有很糟糕 可是我自己觀察 我好像都一直處於 雖然還輕症也是很不舒服 可是就是 比較偏沒有生命危險吧 我覺得 可是如果你重症吃 還來得及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現在 好像不需要 就是減少藥物 跟少吃 對啊 而且她也有說 就是 因為那個是很新的藥 所以她臨床的東西 並沒有 術服作 對啊 我覺得還是先不要好了 她應該會跟妳說 妳要拿什麼去領藥 我就幫妳去領藥 好 她說妳是陰性就可以去領藥 那妳流汗是冒冷汗還是 是熱汗 重症的前驅症狀 持續昏睡 持續頭痛 持續嘔吐 抽搐 走路不穩 意識行為改變 她說持續昏睡 我根本睡不著 持續頭痛是 快要發燒才會頭痛 持續嘔吐我也沒有 看起來好浪 看起來很裝乖 看起來很裝乖 竟然確診到好乖喔 好像是快燒的狀態 不要繼續照顧我 不要丟掉 不要丟掉我 沒有丟啊 想要吃什麼了嗎 沒有 我只給妳到我拿藥回來的時間 沒想要我們就吃粥 不要用那個眼神看我 鏡子 我什麼眼神 妳再說一次試試看 我沒想到吃壓就吃粥 妳確定妳要這樣威脅我嗎 對我就是威脅妳 拿藥回來的時候妳又要想到 還有時間 反正還沒跟妳說我怎麼拿藥啊 我可以吃我的牛肉麵嗎 妳的牛肉麵嗎 妳的牛肉麵 我想吃麵跟糖 我吃肉啊 兩口 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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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吃粥 吃麵 兩塊肉 等一下 我幫他煮麵 我幫他煮麵 吃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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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滿意了嗎 兩塊肉要吃掉喔 我把剩下的一點點麵跟湯還有肉吃掉了 我有加一點水 是 味道還可以嗎 是 好那妳先吃我去拿藥囉 好 好 彈姐妳跟我去 妳跟我去拿藥 來 過來 住下 我們呢 是不保媽媽的守護員對不對 走 掰掰 我把藥拿回來了 我們藥拿回來了 我們要回家囉 開心嗎 我還在啊 回家囉 乖的哥哥 好 好 確診之後 我轉陰了 然後妳呢 今天還沒測 但我覺得又比昨天更好 好啦 就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八天才轉陰 中間曾經有轉陰 又變陽性 一個很反復的 一個生病的狀況 因為我是孕婦 所以我能用的藥比較少 其實我大部分就是 吃普拿藤 我是覺得是 可以減換妳第一燒 不舒服的感覺 對對對 记得前几天我在发烧的时候 我几乎真的是三四个小时准时 一定要吃一颗我才能舒缓 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休息 医生有说我可以吃那个 辉瑞 它可以开给我 可是因为其实我有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 然后也有上网看一下 其实我还是算清整 就是我没有呼吸困难啊 主要都是发烧 喉咙 跟鼻涕啊什么的 呼吸道的症状 对对对 比较像是清整 觉得就不需要浪费医疗资源 就是可以给需要的人 然后再来就是清冠一号 其实我们家也有 后来他确诊的时候他有吃 我觉得药性很凉 我其实吃到后面超想吐的 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分两次吃 就有好一点点 那我自己是没有就是没有吃 我其实没有吃辉瑞 我也没有吃清冠一号 我就是吃比较能够兼缓不适感的 然后医生说可以吃的药 就大概这样子 身为一个照顾者我其实很担心 因为我觉得发烧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网路上其实有说 孕婦发烧是要注意的 我也怕发烧最后会影响到 小孩 有一件事情要说 就是其实也有人说 特别是12周以前发烧 就是对婴儿是不是 相当很大 刚好我满12周 可是我又担心 因为这个毕竟只是一个大概 有些小孩可能长得比较快 有些长得比较慢 对这个不确定 但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 所以我那时候担心的是这件事情 医生那时候也有说 如果你呼吸有不舒服要送急诊 医生讲得很严重 那时候即便你躲在房间 我还是每隔几个小时 我就会开门 跟你对话 确认我活是没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呼吸困难的话 你应该很难跟我求救 变成说我只能 每隔几个小时去确认一下你的状况 也很不幸的我也确诊 状况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喉咙很痛 大概500片刀片 持续了大概5天 但我没有发烧 我什么都没有 就是喉咙爆炸痛 后来好转之后才开始咳嗽 所以就是身为孕妇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可以小心一点 能戴着口罩的话就是 可以戴着口罩 在当下的感觉其实也会觉得 跟一般感冒没有差太多 妈妈身体其实是很伟大的啦 你的身体真的会告诉你很多讯息 啊你会没事的啊 你可以承受的啊 就是你身体会一直告诉你说 没关系 你会度过这一关的 就是妈妈们都可以很相信自己的身体 一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就赶快就医 台湾医疗非常方便 所以希望每个孕妇妈妈们 如果有确诊的话 都能够顺利度过 也希望你们的照顾者 也可以一起好好的 嗯 被传染的照顾者有什么话想说吗 因为我都是 是没办法真的很难 我是撑了4天了 可是因为我还是要定期去看你的状况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不舒服 我还是要帮你啊 对我说是很多确诊者 身边的人隔天可能就会确诊 你还撑了4天到5天才确诊 就很讨厌 就会让我们整个隔离时间变得更长 我们的隔离时间大概有约两周 好啦 那就是这个影片做一个 孕妇确诊的记录 如果有确诊的孕妇 就是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也可以的 希望我们可以赶快复原完成 这个鼻影还是很重耶 你比我还严重 我觉得很夸张耶 I don't know why 那这一期影片就到这 喜欢的话可以按赞 订阅 加分享 想说拜拜 by bwd6 所以随